《潛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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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也說一隻我覺得可以留意的一個潛力股 是一隻《潛力股》 為什麼要留意這隻《潛力股》 其實它本身有兩個概念 一個叫做 很難倒的汽車的概念 它其實也叫做一個相關的概念 另一個就是手機設備股的概念 因為它也是做一些手機屏幕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另一部分其實它本身會做什麼呢? 做汽車裡面的屏幕 其實它也是有做的 對於它來說 其實相對上是一個挺重點的業務 近年來講 其實你現在每個車 其實都要用4-5塊那些 TFT那些屏幕 所以你再看 近日就看到那個晶片緊張的情況 就是慢慢舒緩 對於它兩個飯的業務來講 都會有一個好好的帶動 短期來講 你再看它的股價走勢 它的浪漲上面 就算今天跌600多 現在都是靠近600幾點這樣的水平 即是股的股價都相對上是強患的 所以如果想找回一些有potential的潛力股 我覺得那些順利國際其實是可以去留意的 策略上可以考慮就現價買入 如果向下失狀哪兩個位呢? 向下失狀 我又覺得你失狀2.38 或者是可以防守性強一點點 承受風通能力高一點的 可以放下2.22 這兩個位置做一個止洁 2.38和2.21 2.21 記住了 2.38和2.21 如果失了這兩個位置 你才考慮是否要止洁 上去看 第一個位置 我覺得去示範之前的高位附近 就是3元這個水平 最高的304 我們看看3元這個位置是否能穿得到 如果能穿得到的話 我又覺得它有機會上回3.3 3.4 這些水平 其實也是會有機會的 所以策略上來說 我暫時可以這樣部署